各位觀 歡迎大家 不去吃喝玩樂到這邊來 來聽這個 有關數學的科普 演講 其實數學不是數 數學的歷史 這是我們沙龍最重要的講歷史 歷史就是什麼 有很長的歷史 有時間還有人的因素在裡面 各位有想說我是一個做神經生理的人 怎麼會來做數學的主持人 這裡有兩個因素 一個是高雄因素 一個是非高雄因素 是數學因素 高雄因素是什麼 我是高雄女婿 我是台北人 我是男儀不是北漂的 好 北漂人叫北七你知道嗎 對不對 北七嘛 我是男儀的人 好 那我其實這個科教中 一開始有辦這個活動 我在我是中醫院的研究員的時候 就有參加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有很詭異的現象 就是科普活動 全部是在天龍國舉行 很少到過這個走水西南 那我就覺得說 這個因為我是高雄媳婦 就很不習慣 我就常常舉手 跟高主任講 不行不行 要有高雄因素在裡面 所以他們說原來有高雄存在 所以就開始在參旅大學有辦 在海軍官校有辦 然後我也把它拉到這個 平科大去辦 然後那兩年前 我從中醫院退休 正式變成落籍在高雄 那我說那更該辦多一點 所以他就說 這個洪老師跟你老師要來 總不能再請台北一個人來這邊 花那麼多錢來演講 因為我住就在左營巨蛋旁邊 所以我就過來了 所以這是高雄因素 那你知道高雄有另外一個演講 是這樣 每個禮拜天早上在科工館 有那個李旺老師主持的 週日閱讀大師的 那我覺得那不夠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搶過來 所以今天有洪老師跟林老師 來跟大家分享 這是高雄因素 另外是數學的因素 我跟你講我也跟數學有關係 我是念初中畢業 可能洪老師也是初中 在座有誰念初中的 沒有吧 都是念國中的吧 你也是念國中啊 初中 對 我初二的時候 代表台北市參加全省的數學比賽 是全國第二名 很厲害對不對 所以高中就進了那個 南海路植物園對面那個高中去念書 然後第一次呢 月考一花下來 我們老師是我們導師 數學老師說 我娘的 這要怎麼辦呢 因為全班幾乎都要不及格 六十文啊 那我就說老師 我有個建議 什麼你講 我說開根號乘以十 這樣可不可以啊 老師看一看 這個好主意喔 就說 那同學們有什麼反對意見嗎 大家都 掌聲如蕾對不對 可是有個同學 舉手老師 這不公平 再怎麼樣喔 我一分都沒加 那麼這裡有個獎品 我問他 問這位同學 為什麼同學說 再怎麼開根號乘以十 他一分都沒加他幾分 零分 還有呢 還有什麼 念建宗不會有零分的 還有呢 還有誰 五十九 開根號乘以十 一分都不加的是誰 要幾分才會 YES 一百分 可是喔 這一百分跟這個 三十六分有什麼差別 沒差別 三年後他還念台大 叫物理系 第一志願 他是全台灣唯一一個紀錄保證 他是兩個聯考的重員 高中跟大學 他進台大我也進台大 他叫物理系 我叫動物系 都有個物質啊 對不對 而且我是一號館 他是二號館 我還比他厲害 對不對 後來他還去唸 美國唸博士 他去Princeton唸誰 跟丁肇宗唸博士 我去德州大學 我也拿博士 我跟他比他更屌 我在美國教書當教授 二十年才回來 他回來在中醫院動物所 我到中醫院的動物所 還是物質統治 對不對 所以一百分跟三十六分 其實沒什麼差異 可是十年前就開始發生差異了 他選上院士 那我是院裡面最會抱怨的人士 我也是院士 所以還是有差 所以這數學蠻好玩 我跟數學很 又若籍又若離 所以這個 學會到此為止 好 我們今天很高興 有另外一位老師 你知道嗎 你去高雄的圖書館 你把它查一下 打紅萬生老師 他一共有七十八樣的 entry 這都是他們翻譯的書 他寫的書 結果前天 到我們家附近的左心圖書館 一借 一本都借不到 一定是在座人 都全部把它借走了 所以要借的話 要去 預先才能夠onhold 他們出了書之多 而且都可以買得到 好 那麼今天我們分兩個部分 可以請林老師講 有關數學的走讀 這蠻有意思 因為我看到那個introduction 我說我經常去台南玩 從來沒想到這裡面有隱藏的數學的知識 所以我跟他講 我今天今天好好地聽 然後下禮拜有帶我太太去 然後我就跟他獻保 那我太太會 對我更崇拜 除了煮飯給他吃之外 還會帶他賞讀這個數學的歷史 那洪老師我們在台大經濟場見面 所以今天也聽他講 數學跟這個文化歷史的關係 那麼今天就先歡迎林老師 謝謝 好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參加這場演講 這個是我自己在台南藝中發展的一個課程 可是這學期才剛發展而已 其實還沒有很成熟 還沒有很成熟 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 那洪文生教授是我的碩士班指導的教授 他就叫我來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也很好 因為我是高雄人 現在也是北漂到台南去 現在是北漂到台南去 今天再漂回來 今天再漂回來 所以有些東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在台南是一個古都 覺得也常常自己在台南 台南散步 發覺 當然自己是一個數學老師 去看了一些東西 就會跟一般人比較不一樣 OK 然後 這個是我們高雄的 在地的鳳梨書院 對不對 這是我們高雄在地的鳳梨書院 鳳梨書院 也有很多這些很有趣的玩偶 有很多這些很有趣的玩偶 對不對 然後我看到這張玩偶 看到這兩個 在這邊睡覺 我就很擔心 我等一下講一講之後 各位同學是不是就變 各位聽眾是不是就變成這樣子 趴下去睡覺 OK 所以 我準備了禮物 準備禮物 等一下如果問問題回答 問問題的回答有禮物 OK 首先這邊有一個是 現在台南也是吹這種文創的東西 這是自勝點心餅 對不對 自勝點心餅 讀書要用點心 對 讀書要用點心 OK 還有那個 成功洋芋片 對不對 吃了你 這段考就會成功了 吃了段考就會成功了 對不對 成功洋芋片 我買了兩包 因為這次講的東西跟 跟那個 正式王朝比較有關係 阿大人呢 如果說你滿18歲的沒有關係 有成功啤酒可以喝 所以等一下回答一定要成功 有成功啤酒可以喝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回答問題 大人如果舉手的話 對不對 不要跟小朋友搶洋芋片 不要跟小朋友搶點心品 我們有成功啤酒可以喝 不過喝酒不開車啦 喝酒不開車 OK 所以是 當年我看到這個 這鳳梨書院 有這些玩偶的時候 有趣玩偶 我知道有一些文史工作者 也在抱怨說 放了這些東西 好像 這個歷史的味道 是不是就不見了 歷史的味道就不見了 好像就去鳳梨書院 看鳳梨書院 看這些東西 現在很多遊客去也 都是拼命跟這些 有趣的玩偶一些合照 一些合照 對 但是換個角度來想 如果沒有這些玩偶 或許去的人 就變得更少 或許去的人變少 所以這個東西 或許可以是吸引一些遊客 進去這裡 進去這個場域裡面 然後再從這個場域裡面 或許可以 學習到或是吸收到 不一樣的東西 OK 這是我們高雄的鳳梨書院 同樣的 在這裡面也有數學喔 在這裡面也有數學喔 對不對 這是鳳梨書院的一個柱子 對不對 這邊是琴棋出畫 這邊有沒有看到一個 有沒有看到一個 這個這樣的圖像 這個圖像 所以你去那個 古今裡面 我沒有去景點裡面 我不要就是 我不要只看 那個你的眼界 不要只看平面的 或是看地上 所以抬頭一看 我抬頭一看 也是看到一些這個東西 在裡面 OK 這是什麼 很多那個聽眾 你們在 可能有看過這個吧 給你一個三乘三的九宮格 我要把一到九放進去對不對 把一到九放進去 直的加橫的加寫的 通通要是十五怎麼放 想不出來沒關係 去鳳梨書院 抬頭一看這裡就告訴你答案 中間放五 下面放一 這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沒有 所以這邊放八 對不對 然後這邊呢 這邊是不是六 這邊放六 所以抬頭一看 這邊呢 這邊那個就是告訴你 數學答案的這個地方 數學在這個地方之外 有去過鳳梨書院的舉手 OK 有看到的舉手 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今天來聽這場演講 就值得了 有時候去一些景點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景點裡面 藏著一些數學在裡面 對 但是這邊要強調的是 這些景點 並不是數學博物館 並不是數學館 說你去那邊 我要看到什麼很高深的數學 或是看到什麼到處都是數學 當然也可以說到處都是數學 比如說這張桌子是長方形 這這樣很無聊 對不對 這個薄木是長方形 這很無聊 對不對 所以就是看了那個 裡面可能有一些數學元素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個 數學元素裡面的東西 看到一些 講點故事 所以這是我一開始的初衷發想 是這個樣子 初衷發想是這樣 那其實在鳳梨書院旁邊 有一個歷史經典 叫做鳳一城隍廟 對不對 鳳一城隍廟 那我去的時候 因為我是鳳三人 我是高雄鳳三長大的 OK 那我去的時候 發現很多人都去鳳一書院 對不對 隔壁的鳳一書院買票進去的 買票進去的 可是鳳一城隍廟 鳳一城隍廟不用買票 對不對 所以可以免費借廁所 OK 可以免費借廁所 可是很少人就會去鳳一城隍廟裡面 那鳳一城隍廟裡面 其實也是有一些 這些跟數學有關的故事可以講 這些跟數學有關的故事可以講 這跟數學有關的故事可以講 不過鳳一城隍廟 我就不講 我就不講 因為等一下我今天主題 會跟城隍廟有關 來台南古蹟好多寶 很多寶可夢也可以 對不對 然後這個月初 不是在台南辦的寶可夢的活動嗎 吸引了101萬人次的人到 到台南去 對不對 在各個古蹟景點 我也有去朝聖一下 因為我兒子是寶可夢的忠實玩家 所以 像我今天講的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我平常帶我兒子去的 帶我兒子去 爸爸要去那個古蹟看看拍拍照片 什麼等等之類的 你要不要跟爸爸一起去 你可以順便抓寶 對 順便抓寶 認識古蹟 所以就常常帶我兒子這樣到處走 對 去那邊我回來會考他 我們今天看了什麼東西 那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對 你要他講得出來 我下次才願意繼續帶他去 所以他就會 為了下次可以繼續去抓寶 對不對 所以他去那個地方 他就會認識一下這個地方有什麼 對 好 坦坦很多古蹟 對不對 所以我就問了學生 你們喜歡去古蹟嗎 對不對 這個是我這學期的學生 幼稚園以後就沒有去過古蹟了 幼稚園以後就沒有出過古蹟了 對不對 OK 那今年這個是 今年返回母校時期的一個北漂青年 我北漂加尹號 一個北漂青年 他在一中畢業之後去千華讀書 去教育學生 今年回來 回來那個母校時期 他說他十多年沒有去過古蹟 對不對 就台南古蹟 大家都說台南古蹟很多 對 台南古蹟很多 但是沒有去 我也是跟學生講 你們說台南美食很多 台南小吃很多 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去吃 不會 為什麼 你們說那都是給觀光客吃的 對不對 那我就說你這種說法 那你在炫耀什麼 你在炫耀台南古蹟多 在炫耀台南小吃多 結果你不去你不去吃 那你在炫耀什麼 在驕傲什麼 對不對 那其實就是說 比如說像古蹟 他們去不知道幹嘛 反正古蹟不就是歷史的經典嗎 就是古代的東西 或等等之類 他們去不知道要幹嘛 可是我就覺得很可惜啊 既然有那麼好的東西在那邊 對不對 那學生為什麼不進去看 或是一般的台南市民 為什麼不進去看 其實很簡單 進去不知道要看什麼 進去不知道要看什麼 哦 就這樣 老房子 什麼什麼什麼 就這樣 那就出來了 就去了跟有去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對不對 不過時代不同啊 我現在有點差別 去了會拍照 會打卡 會放IG 所以證明我有來過 所以現在有差別 現在有差別 所以我就在想說 因為我自己去那些景點走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些數學味道的東西在那邊 然後想說我怎麼樣帶學生去看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我今年設計的一個課程 不好意思字有點小 我就用一門課的時間 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今天跟他們講一下 我們要去看哪個景點 哪些景點 那些景點裡面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什麼東西跟數學有關 或是什麼東西跟歷史有關 可以看 然後上完課講完 當然上課的時候 他們也是有點昏昏欲睡的啦 沒有興趣就昏欲睡 可是出去走之後就很有feu 所以這是我安排的一個路線 我總共排了兩組路線 因為那門課有30個人 我就分成AB兩組15個人 然後兩個路線下去走 對 那我要派作業的啊 我要派作業 OK 作業叫他們寫報告 他們一定會寫不寫 或是怎麼樣 對 所以現在年輕人流行發IG嘛 所以我就說 我的作業就是你要 你要去 你要當作你去某個地方 你一定要拍一張 跟當地的某個景點 或是某個東西合照 然後就當作要發一張IG 或者叫發FB的 那是要得到按讚數很多的 那學生就很喜歡 甚至我跟學生說 你可以現在 帶他們出去的時候 路程中 你現在就可以趕快發啊 對就可以跟你的學生 跟你在教室上課的同學炫耀 你看你在教室苦哈哈的上課 我們現在在外面散步對不對 多好 等一下你們也會看到他 我們也會看到學生的作業 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OK 這個就是我帶去的那 那個三十名學生 帶去的三名 這是在原台南車後所前面 很可惜他在整修 最主要是前年0206的那個 台南大地震造成的在整修 這是我帶出去的三十名學生 OK 那我都要求他們要穿男儀中的制服 男儀中這三個字在台南還蠻好用的 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在台南還蠻好用的 很多景點我去那些 廟 比如說廟啊廟方人士或是經典人 都不太理我 可是這次看到台南儀中三個字 哇變得好熱情 真的變得好熱情 真的真的 真的是 OK 所以我說下次我要去買一件這個衣服 下次去我要穿這個衣服去 OK 來首先介紹的是台灣府城隍廟 這是在明永利23年1669年建立的 現在這是他的一個外觀 在青年路上 OK 那這邊很多遊客去那個地方 大家都是為了看這個扁兒 台南古蹟有所謂三大名扁 或是四大名扁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而來了 你來了 很多人去就是看這個扁兒 然後拍個照啊 然後就走了 對不對 可是對我來講這個 這個城隍廟 那很多人不想進城隍廟 因為進了城隍廟之後 或是不想再進去 因為城隍廟感覺好像有點陰森的感覺 你看他牆壁上還放這些東西對不對 謝禮陰陽啊 庭審啊 放告啊 那這邊圖沒有很清楚 不好意思 我都用手機拍的 我手機解析度不是很好 這些那個刑具啊 拷問犯人的刑具 對 對不對 因為旁邊還有很多這種這種 這種 類似這種這種 這種對聯 做事奸邪 敬辱昭無意 對不對 居心正直 見我不敗何妨 對不對 所以其實台灣 就是城隍廟 其實是仿造古代的 衙門的格局去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生前做了什麼壞事 死後 死後世界會來到城隍爺的面前 OK 他就會去審問你 對不對 你生前做了什麼壞事等等之類的 OK 那其實 進了城隍廟有點感覺陰陰森的 不要去看這些東西 有時候如果你仔細去看桌上 有時候桌上如果剛好遇到 像最近是在那個 台記叫做拜道 OK 國語叫做禮斗 拜南斗新軍 北斗新軍 那一個儀式 你看上面會放一些東西在裡面 如果你仔細去看 你看這邊有尺 對不對 這邊有一個秤 這是在城隍廟看到的東西 這是我在另外一間廟看到的 這邊有尺 對不對 這邊有個秤 這種秤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大概不會看到 小朋友應該沒看到 除非你可能會去中藥行 在中藥行可能會看到這個秤 這是秤拿來秤東西的 OK 可是在台南 我們講說台南古都 台灣的古都 好處就是 你走上路賽可以看得到 這走在路上可以看得到 這是在民族路 就是可能很多人會去民族那邊吃挖粿 那很有名的挖粿附近 有一個 這九十幾歲的阿婆 對 他在賣那個糯米腸 他就拿這個秤 他就拿這個秤在秤 秤多重 對不對 所以就是他其實賣的 我第一次去買的時候覺得還不錯 第二次去買 第二次跟他 第二次去跟他買的時候 就跟這個阿婆 跟他要求一下 阿婆你可不可以讓我拍一張 你用這個秤的 用這個秤的那個使用情況 所以秤是這樣子用的 秤是這個樣子 所以在台南的路上就可以看得到 不用到中央行去看 那我也是有帶我兒子去看 我兒子看到也是嚇了一跳 這是什麼東西啊 現在都電子秤嘛 放上去之後幾公斤幾顆就可以出來 對不對 現在還有這種古代的東西 古代的東西 OK 好 我們回到城隍廟 城隍廟很多人來看那個耳來了 可是耳來了對我來講 更有趣的是耳來了對面 這邊是耳來了 它的正對面 就是 不好意思 這邊是耳來了 如果你進廟的話 你會先看到耳來了 你來了 你來了 陳隍廟跟你說你來了 那你來了正對面就是放了一個大算盤 就一個大算盤 大算盤就是 以前數學家 或是以前在計算數學的時候 在用的計算器 現在大概 小朋友應該都沒有看過了 小朋友都按計算機 應該說都按手機 對不對 都用手機 現在也可能也沒有直接按計算機 所以這個是以前古代的計算器 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其實我們 像我這個年代 我四十幾歲 四十幾歲這個年代 我們小學要學算盤 可是我們小學的算盤 上面只有一顆珠子 這上面是有兩顆珠子的 這上面是有兩顆珠子的 所以這是一個 古代數學的一個 用來算數學的一個器具 OK 更有趣的是旁邊還會寫字 善惡全由人自作 是非算定法難容 對不對 簡單來講 其實要告訴你什麼 你作善為善為惡 對不對 你死後到了城隍這個地方 城隍也播一播算一算 大概就知道你什麼 所以都有那種告誡人心的地位 告誡人心的意味 OK 來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其實在 中國或是東方的數學史裡面 有一個跟台南有直接相關的 而且鐵證如山 趕快小朋友趕快看 有一個 我相信洪老師可能以前沒注意到 有一個跟台南直接相關的 對不對 中國古代數學史 跟台南相關的 小朋友趕快看 在這張圖裡面就有答案 對不對 在這張圖裡面就有答案 小朋友去 請說這個四年級的妹妹 算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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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跟台南有關 這算盤 對啦 可是跟台南直接相關 再看再看再看 嚴教授看到了 先讓給小朋友 趕快小朋友 跟著跟台南有關 而且鐵證如山 書上就是這樣子寫的 台南兩個字就出現了 這裡台南有沒有 書上寫的 書上 這是明代的書 這個叫做盤珠算法 書上記載是萬曆六年 1573年 可是不可能那麼早 不可能那麼早 就是明代的書 幾百年前的書就出現台南了 對不對 當然不可能是現在的台南 那時候不叫台南 他一個人姓熊 名台南 我知道很冷啦 OK 我知道很冷 OK 反正那時候在準備 剛好耶 我在台南教書 這本書這本頁面 剛好有台南兩個字 台南有台南兩個字 不過他不是只現在台南 他叫熊台南 他熊台 那我知道 我自從知道熊台南之後 我就要很努力的去找 有沒有人姓什麼 然後名叫高雄的 有沒有 目前還沒有找到 沒有什麼 插高雄的 插台北插台中的 目前還沒有找到 如果你們有找到 可以跟我講 可以跟我講 來這個就是明代的 明代的算書 小朋友 這是我們 這是中國古代的數學書 不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那樣子 所以你們應該沒有看過 中國古代的數學書 是這樣子吧 對不對 那你看上面就有算盤 上面就有算法 這是算法筒中 萬曆二十年的書 這本書賣得超級好 賣到清朝還在繼續賣 他的後代子孫 可以靠賣這本書賺大錢 靠賣這本書賺大錢 OK 然後這個是一些書 這樣子 以前的一些書 那時間的關係 這些書我也不多做介紹 這些書也不多做 可是跟你講 這裡面的每一本書 都賣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在明代很多人靠 印書啊 賣這種書賺了很多錢 那這種書數學打開 這就是數學的第一頁 就是教你怎麼使用算盤 這是教你怎麼使用算盤 這個也是 就這樣講 上法一一遍 上法兩遍 其實簡單講 就是先把一到九打上去 第二次再把一到九打上去 所以第一個就是一加一 二 再來是二加二四 三加三六 四加四 然後這樣一起加 就是利用打算盤 就是撥這些算珠 來學加法 當然還有減法 就是退法 退法這些東西 所以中國古代 特別是明代開始 明代 算盤這個計算器 在明代非常非常的盛行 明代非常非常的盛行 可是我們剛剛看那張 那個算盤 那個算盤是在 那個算盤是在那個 回到上一頁 這個算盤是在丁崇年 陳江山奉獻的 丁崇年其實日治時代了 日治時代 所以在日治時代的時候 日治時代的時候 放上去的 那您明代已經很久了 您明代已經很久了 為什麼到日治時代 到日治時代 還要放算盤在這個地方 對 那我看到就很感興趣 為什麼日治時代的人 要放一個算盤在裡面 那當然可能跟信仰傳統有關 那跟信仰傳統會有什麼關係 對 因為其實在明代的時候 有一個叫元皇的 元皇的 他有寫一個 就是 比如說他一個很有名的 叫當官功過格 他當然是跟人家說 你當官 你要做好事 你可以得多少功 做壞事 你可以得多少過 比如說他這個地方 他這個地方會講 你去修道路橋樑的話 你花了十兩 去修道路橋樑 你會得到一功 那沒有錢修道路橋樑 沒有關係 你可以叫人家捐錢 人家捐了十兩 你一樣得到一功 那這邊要跟你講 過的話 你做了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過 所以他把這種功過的東西 用在自我的修養 或是圍觀上面 看起來是明代的東西很久了 對不對 看起來明代的東西很久了 不好意思 這本是我家的書 我小朋友在看 了凡叔叔說故事 這個了凡 元了凡就是這個元皇 我家小朋友 還有在看這個東西 對不對 我覺得很壓抑 為什麼還有在看這個東西 結果後來上去吵 這個 我後來上網去查 這個還有電影版 現在還有電影版 如果各位現在晚上 如果睡不著 或有時候無聊的時候 轉到宗教頻道去看 現在還會有一些法師 在講這些東西 還有一些法師在講這些 所以你想知道 那個什麼 了凡視訊 公共閣這些東西 對 雖然離我們很遙遠 可是你在現在電視上 你都還是可以看得到 還是可以看得到 OK 好 這個就剛才講 這個是爾來了 那個明扁 這個是 這個是 那個 那個算盤 這個算盤 因為就是在 台灣府城隍廟 在1934年的時候整修 三年後 就1937年的時候 就丁醜年完工 然後 這下面有一個叫 陳江山他捐的 那這個匾額 大家都來看這個匾額 這個匾額 上面會有寫 是廖宇婷捐的 然後這個字 是一個叫黃靖軒寫的 OK 還是很明顯的 這邊有看到三個人的名字 三個人的名字 可是很可惜的 這三個人是誰 幾乎不知道 像我帶我學生去 我帶我學生去 台灣府城隍廟的時候 台灣府城隍廟 或許是廟方人員 廟工還是怎麼樣 Anyway 他看到台南醫中的學生來了 就很主動跟我打招呼 那我就想到 我就問一下說 我想問一下陳江山是誰 他有沒有一些進一步的資料 對不對 這個算盤是陳江山捐的 你有聽過這個人嗎 他說 陳江山是誰 不知道 結果他每天可能看這些算盤 看到每天看 他陳江山三個字 他其實沒有看進去 我說有啊 算盤下面有陳江山三個字啊 他說有嗎 那我們就一起到算盤下面去看 真的有陳江山三個字 對就對廟方人員來講 對不對 他對廟方人員 他對這些人民也不care 那我覺得就一個在地的人來講 在地雖然我是從高雄北漂到台南去 可是未來也在台南定居十幾年啊 我覺得這些畢竟是 畢竟是這些人民在這上面 就是台南帶自己的騎勞 或是一些歷史人物所做的東西 可是台南很多人其實不care他們是誰 不care他們是誰 比如說這個廖宇廷到目前為止 當然這些文職工作者去做研究 目前還沒有人知道廖宇廷是誰 ok 那這個黃寫這個字 爾萊爾三個字的黃靖軒 聽說是東港秀財 因為幾年前有東港人 東港的鄉親包車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指著這個秀財 指著這個秀財 指著這個秀財 這個秀財 對好像是東港秀財 ok 然後陳江山 陳江山比較好 我們後來查到一個 他是一個他的生平都知道 他的生平知道 歸功於雲科大一個柯榮山教授 跟他的學生鄭秀婉 他們去做研究 鄭秀婉他的碩事論文就是關於陳江山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陳江山這個人是什麼人 他就是在地的一個台南人 他就是一個在地的台南人 那當然因為經商捐錢 經商賺錢的然後做了很多善事 做了很多善事 ok 這個就陳江山他書上的遺照 ok 陳江山 那發了很多他寫了一本書 或是編輯的一本書叫做精神錄 叫做善書 這叫善書 ok 這個印非常非常非常多本 ok 在民國三十幾年的時候 在中國大陸有編了一套那個善書的詞點 這是唯一本台籍人士編的被收入進去的書 那在中國大陸的十幾個省份流傳 甚至還在中南亞很多地方 可以找到這本書 所謂的善書都是勸人為善的書 勸人為善的書 那有時候 有時候去看這些東西 有時候會覺得樂趣就出自於這個地方 對不對 陸秀村有時候 就是有些東西的你的連結 有些東西的連結是我本來意想不到的 這本書跟這本了凡素書 說故事我女兒在看的書有什麼關聯 因為這本書裡面很多東西是超自這本書的 對不對 就陳江山的邊界 勸人為善 不要做 要為善啊 不要作惡啊 很多東西是超自圓皇的了凡視訊裡面來的 ok 我覺得自己去台灣府城隍廟看了一些東西 再回來查了一些資料 又自己在家裡的書房裡面看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種連結對我自己來講 就覺得還蠻有趣的 ok 好啊 陳江山後來就經商成功了之後 他在台南的龜仁 把一個有點廢棄的庭院大戶人家的庭院買下來 改名叫做龜原 對 這是他的流影 這是他的流影 這是陳江山本人 但是當時的照片技術很不好 所以看不清楚 他寫了一個龜原石景歌 寫了一個龜原石景歌 就是龜原有這石景 我用紅色字體的這個地方 就是龜原的景觀有這些東西 這座龜原在當時非常非常有名 對 楊英峰大師 大家應該有聽過 對 楊英峰大師民國45年的時候 跑到台南龜原來 去臨摩這幅 去臨摩龜原 然後他的畫 他的畫作現在還可以看得到 不好意思 因為不能 這個圖不能抓下來 這個連到楊英峰紀念館的網站 所以這個就是 當年楊英峰跑到民國45年 跑到台南龜原去的時候 他留下來的畫作 雖然只是一個很簡單一個素描 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的龜原應該 應該是非常有 非常非常非常氣派的 非常有規模的 非常有規模的 OK 那對我們數學老師來看 我們第一個看到 這個地方有一個幾何圖形在這裡 有一個幾何圖形在這個地方 但美術老師絕對不會去看這裡 美術老師不會去看 美術老師可能去看他構圖什麼等等之類 數學老師大概就是看這裡而已 OK 有幾何的東西在這邊 這是楊英峰的 不過很可惜這個龜原後來 一樣就是夾到中落之後 陳江山夾到中落之後 這個龜原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整個已經廢掉 整個已經廢掉不存在 這倒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然後我看到裡面有個大算盤之後 我覺得哇好大的一個算盤 就很驚訝 然後各位如果到台灣府城隍廟裡面去的話 不要只看了 不要只看耳來了 不要拜拜就走了 他們那個文物展示室 不過現在在整修 現在也是因為地震的關係 整修還看不到 我到那個文物展示室裡面 我看到一個更大的超級大算盤 更大的超級大算盤 長3.6公尺 長3.4公尺 走張開還大 這大算盤幹嘛用呢 就是城隍爺要出巡的時候 他們會扛著這個大算盤 在路上走 會扛著大算盤 你有看過算盤在路上走嗎 沒有嘛對不對 想看可以 我問到了 我問到了 因為托台南一中之府 我問到了 對不對 我問到了 今年的應該說明年的農曆初五 農曆初五 這個大算盤要出巡了 大算盤出巡了 所以剛好是過年期間 所以想看 算盤在路上走的氣勢是什麼 對不對 明年農曆的農曆初五 他會從台灣府重康廟走到西羅殿去 走到西羅殿 那邊有個風神廟 也是很好的一個很有名的古蹟 不過也是地震震壞 他會走到西羅殿去 我曾經聽說他出巡 那就騎著摩托車載著我兒子 那時候一下雨 我們在台南市區到處 就是沒看到這個大算盤 因為我很想拍那個照片 很想把那個大算盤在路上 就是兩邊各有人扛著在路上出巡的照片 就把他拍下來 所以今年 明年的農曆初五 明年的農曆初五 歡迎大家到台南來玩 OK 那這個算盤對我來講 更有趣 這邊也不好意思 因為板工的關係實在拍不清楚 這邊這兩句話就是剛剛 那個算盤旁邊的那兩句話 這兩句話呢 這兩句話就是 旁邊這個大算盤 超級大算盤 旁邊有兩句話 懲罰歸除定是非 幾何代數六金谷 像這個幾何代數 現在更是我現在上課會講到的幾何學 代數的這些東西 對不對 懲罰 小朋友們應該知道是懲罰 應該都在背九九懲罰表 那龜除這個東西 龜除這個東西 其實是中國古代算處法的一種方式 中國古代算處法的一種方式 對 這是龜除一個方法 所以中國古代如果要算處法的話 要算龜除 要先背一個九龜哥 一龜不虛龜其法故不利 要先背 可是他法寫的很有押韻的樣子 那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下面舉個例子 那我就不講 就是如何利用九龜哥來做處法 來做處法 所以不要 我要1122去除以3 我要1122去除以3 答案是370是怎麼做出來 對不對 我們現在當然就是用長處法下去做 或是用計算機下去做 可是古代的人怎麼去做的 而且這個東西可以用算盤來做很高 很快 用算盤來做很快 OK 好 那 這個就是台灣府城隍廟裡面的一些東西 那其實台灣府城隍廟裡面 讓我去台灣府城隍廟裡面 我看到這些算盤 聯想到明代的數學 那明代數學裡面 其實明代數學很有趣裡面 有很多數學有趣的題目 比如說這是明代的數學書裡面寫的 有一個叫做 運推男女法 對不對 49數加運月 減行年 減行年歲定無疑 一除至九多餘數 逢雙是女之生兒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女性 一個婦女她懷孕了 對不對 那以前沒有什麼X光那些技術啊 都很想知道裡面胎兒是男是女的 可以用數學去算耶 她就告訴你怎麼算 她舉例喔 今天有個孕婦 行年28歲喔 她現在這個孕婦28歲喔 她8月的時候有孕的 發育的時候懷孕了 請問肚子裡面那個寶寶 是男生還是女生 對 這是以前數學書裡面要教的東西耶 對不對 小朋友你們現在的數學書 應該沒有教這些東西了 對不對 應該沒有教這些東西了 對不對 OK 當然我們從現在角度來看 就啊這個是迷信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可是其實換個角度來講啊 這個東西換個方法來用 就是什麼用 如果你要生男生呢 你現在你知道你現在幾歲 如果要生男生 那是要去算一下 我是要在幾月懷孕的時候 會生到男生 對不對 幾月懷孕就生男生 以前中男輕女嘛 對不對 你說這個都是迷信啊 不好意思我上網去查 這個東西現在上網去查 什麼運推男女啊 或是查49 然後生男生女 網路上一堆資料 一堆資料還很夯耶 在這裡點進去之後 還有些人會問耶 還有些人問的怎麼去 怎麼怎麼生男 怎麼生女 所以這個東西在現在 還是很多人 還是很多人信這一套 但有它的文化歷史意義在啦 我們不要用這種 由高而下 去貶低的看法去看它 好 除了生男生女之外 還可以看病耶 斷人生死絕法 斷人生死絕法 OK 來 先下年根歲數 次家病月日期 三陰九除建安危 就乘以三除以九之後 就知道你大概會活不會活了啦 對不對 如果除以九之後 你的餘數是三 對不對 你會生病 你會活過來 病會好病活 欸哇 對 如果是六呢 不死焉子就是會拖很久啦 會拖很久啦 那要是除以九之後 餘數是九 就拜拜了啦 就拜拜 掛了 所以他下面舉例子 今天有一個人 甲子七月生 對不對 自從魁醜年十二月初 六日得病 來問我會怎麼樣喔 那他就幫他算得三 證明他後來果真沒有死掉 所以數學在古代可以 不斷可以算 肚子裡面是男的還是女的 還可以用來算你生病之後 會拖還是不會拖掉 對不對 所以古代數學很強大的 古代數學很強大的 所以這些東西 OK 那當然還有一些很有趣的 比如說雅子買肉哥啦 對 現在小朋友做數學題目 都很無聊嘛 對不對 那些數學題目都寫得又臭又長 還是幹嘛很無聊 以前的數學題目多好玩啊 雅子來買肉 難言前數目 一斤掃四十 九兩多十六 試問能算者 何與多少肉 欸有押韻的 對不對 有押韻的 還有老人問假哥對不對 有一公公不記年 手持竹杖在門前 借問公公年幾歲 家中數目記分明 一兩八珠泥彈子 每歲盤中放一丸 日久歲生金與詩 總然化作一泥團 秤重八金零八兩 家見方之得幾年 對不對 就是用詩的形式 把數學題目寫出來的 對不對 他就是一個老人家 不知道幾歲啊 他也不記啊 他每年的時候 他就每一年 可能每年過年的時候 他就放一個 一兩八珠的泥丸子 在一個盤中啊 對 反正裡面放了多少兩 放了多少顆 他就知道他過了幾歲了嘛 可是因為下雨失掉了 因為下雨失掉了 那一坨 一小坨 一小坨的泥丸子 變成一大坨泥丸子 對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這個公公現在大概幾歲的時候怎麼辦 這一大坨泥丸子 總共是八金零八兩嘛 對 八金零八兩 那怎麼去算他有幾歲 這當然是很簡單一個數學問題 很簡單一個數學問題 但是他們就把這個數學問題 包裝成這個樣子 當然對我們來講 現在是很簡單 可是對當時來講 不一定啊 這都是以前的數學書裡面 或是數學的教科書裡面 所操錄出來的題目 對不對 當然還有這些東西 像這一題就很有趣啊 這姑天 我們現在小學裡面 應該都有學到 基督同龍嘛 每次都講基督同龍多無聊 對 以後應該像小學老師 或國中老師應該改成這個樣 三足團魚六眼龜 團魚其實就是憋啦 我們現在就憋啦 假設有一種憋 它有三隻腳 有一種烏龜 有六隻眼睛 所以這種憋是三隻腳 兩隻眼睛 這種龜是六顆眼 有六隻眼睛 但是 憋不好意思 憋是二眼三足 憋是有兩個眼睛三隻腳 那龜是有六個眼睛四隻腳 對不對 他們都在一個十字裡面 我們只知道說 這樣去看的話 可以看到總共有九十三隻腳 OK 有一百零二顆眼睛 對不對 誰可以可以把它算出來 總共有幾隻憋 幾隻烏龜 對啊 這是我們小學國中裡面 常常有的會有基督同龍的題目嘛 但是在明代算學裡面 明代算數裡面 他就把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包裝 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包裝 OK 好 所以這個是我去台灣府城隍廟看的 OK 來小朋友你們問題 你們的機會又來了 大家的機會又來了 OK 那台南當然不只一個台灣府城隍廟 那附近有一些城隍廟 那我也去看 對不對 像這個是全台首藝縣城隍廟 康熙五十年了 康熙五十年 那裡面剛好 他沒有耳來耳 耳來了 那個扁克塔上面有顆的耳來了嗎 對 你來了嗎 上面剛好也是一個算盤 這個算盤也是城隍廟捐的 我在想我搞不好是捐台灣第一個發現的 因為我看那個 我看那個雲克塔他們那一對師生裡面 他們並沒有提到城隍廟還有捐的一個算盤在這裡 這個算盤其實比台灣府城隍廟更早捐 對不對 這也是剛好也是城隍廟捐的 OK 那旁邊有個柱子上面有寫 那這個其實還蠻有趣的 陽暴 陰暴 善暴 惡暴 樹暴 慈暴 啟暴 無暴 天之 地之 神之 鬼之 你之 我之 莫雲不知 對不對 所以這種對聯還蠻有趣的 這個對聯 跟我們高雄有關 誰可以知道這個跟我們高雄有關 去年很有名的一部電影 跟我們高雄有關的 血觀音 回去再去看血觀音 你可以看到這兩句話 而且還蠻前面的 如果你不想把它看完 就看血觀音 血觀音不是一個國寶級的一個女士 一個婆婆她在談 說唱嘛 對不對 你就可以看到這兩句話 我那時候沒有想到 我看血觀音的時候 我就看到 這兩句話我在台灣府 那個全台手藝縣城隍廟的柱子上面 我看到這個 所以我覺得我的樂趣是在這邊 我的樂趣在這邊都到處走走到處逛逛 然後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做很多的連結 很多不同的地方可以做很多的連結 OK 來 這是另外一個很有名的 另外一個城隍廟 叫小南城隍廟 這是原本它的位置在這邊 對 後面是台南大學附屬 附屬小學 台南附屬小 附屬小學 這個是台南附屬小的圍牆 所以你去會發現 圍牆裡面竟然有一個廟 裡面放一個牌位 圍牆裡面變成一個牌 原來這是它的原子 它是原子 後來因為道路擴建 所以廟就拆到對面去了 這個的對面 就是一個小小的廟 那規模當然就差很多了 規模就差很多了 就是我沒有拍那個照片 我沒有拍那個照片 然後 這個 這個洞為什麼不把它填起來 對不對 就是說好像每次想把這邊填起來的時候 台南大學就會發生不好的 對 經過啟治之後 台南大學校方 那就算了 就留著就好了 OK 所以全台灣應該看不到 校園圍牆的洞裡面會有廟的 所以這是 如果想看的話 可以來這邊看 OK 然後它這裡面 那廟裡面想來成王廟也是有算盤 也是有算盤 那算盤兩邊也有字 然後各位看上面 這邊是新的繡球 所以這個是去年才放上去的 之前沒有 後來去年才放上去 所以可見在成王廟裡面都要放算盤 OK 來小朋友 有一個二年級的妹妹睡著了 這個是 台灣府城隍廟裡面的城隍爺 這是小南城隍廟裡面的三位城隍 對不對 請問這兩張圖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請問這兩張圖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一個有鬍子 對 一個有鬍子 這個有鬍子 這個沒鬍子 對很好對不對 那個 這位先生你 喝啤酒嗎 OKOK 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OKOK 來 沒錯 這三個城隍 這三個城隍 沒有鬍子 這城隍有鬍子 其實台灣的後來去查 原來城隍爺有分很多位階的 他的關階 雖然都叫城隍爺 可是那關階不一樣 這個關階是比較大的 那為什麼這三個城隍沒有鬍子 因為他們都 這三個其實是民間人士 很年輕的時候就死掉了 所以死掉的時候 還來不及長鬍子 就死掉了 對 他們供奉的時候 就是變成沒有鬍子 我剛剛有問那個 妹妹有沒有聽過 住衣櫃 阿嬤往住衣� 對不對 像我帶我兒子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旁邊有 就列一個石碑 那是最近才放去的石碑 新的民國 七八十年 八十幾年才放去的石碑 他這邊學台灣皇帝住衣� 對不對 就是這個 這就是住衣櫃 阿嬤往住衣櫃 那是最近才放去的石碑 新的民國 七八十年 八十幾年才放這個石碑 他這邊學台灣皇帝住衣� 對不對 就是這個 這就是住衣櫃 這就是住衣櫃 阿嬤往住衣櫃 所以兒子看到這個 就很有feu 我在社會課本上 看到住衣� 阿嬤往的歷子 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他 在看到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他 OK 所以你看 有時候去這些經典櫃 走走走 不只看到數學 如果你帶小朋友去看 像我剛才有提 我都是帶我小朋友去看 對 讓小朋友去看 有時候他就說 爸爸我在社會課本裡面 有唸到什麼東西 那在這地方可以做一些驗證 可以做一些 這個就是阿嬤往住衣櫃 阿嬤往住衣櫃 所以就是他們 其實這三個都是反親的 反親的 他們當時都是反親 都是反親 後來很早就死了 反親失敗死掉了 所以當時的台南人 把他當時俯成那些人 當地人把他們 把他們 把他供奉在廟裡面 後來就變城隍 後來就變城隍 OK 好 這個是去年的歷史 我說城隍廟裡面 城隍廟裡面 要放算盤 對不對 然後去年雲林城隍爺 這樣子 算盤太小了 要換大一點的 這是新聞 我去查出來 我把它連結出去 對不對 這是去年 欸 不好意思 跳太快了 這是去年的新聞 連一下 是連到三例的 這是連到三例 對不對 OK 城隍托子說 那個 城隍托子說 那個 蒜盤太小了 要換大一點的 所以在台北那個城隍廟 台北的城隍廟 就送了一個大蒜盤 就送了一個大蒜盤 這個長12尺 重30斤 那不重要 重要是30萬 喔 這個 送了一個造價30萬的 幼木蒜盤 送了一個30萬的幼木蒜盤 啊原來的蒜盤長多大 這是原來的蒜盤 OK 原來的蒜盤底家 這是新的蒜盤 對不對 新的蒜盤 12月初我要去胡偉 去參加路跑 我會再順便到去 抖六看一下 這是原來的小蒜盤底家 這是新的大蒜盤 對不對 新的大蒜盤 所以你看現在 蒜盤這個東西還是 對這些民間信仰來講 還是很重要的 還是很重要的 可以去看看這個 造價30萬的蒜盤 所以有機會到雲林 雲林去玩的 可以去這個地方看看 去這個地方看看 這是去年的新聞 去年的新聞 OK 好 然後城隍廟 老師看城隍廟無聊 在城隍廟附近 其實有一些 有一些經典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數學有趣的東西 時間好像快到了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是誰 蛤 周星馳 我的學生會講韋小寶 所以我的學生比你們好 這是韋小寶嗎 這個是呢 陳靜南 對不對 這是那個 陸頂記 對不對 生平不是陳靜南 變成英雄也枉然 我的學生大概對 不過我學生對我小寶 認識不是來自於 金庸的陸頂記 他是來自周星馳的電影 都是來自周星馳的電影 對不對 為什麼談這些東西 因為陳靜南 其實就是陳永華 鄭成功的一個參謀 一個模式 對不對 聽說創立了天地會 聽說創立了一個天地會 OK 所以他天地會的總舵組 幾年前在台南 一些文子工作者 辦了一場活動 大概幾年前我那時候 還沒有注意到這些東西 那時候也正在忙 也正在忙 之前這樣帶學生 什麼事情 在忙 後來去查知道 今天在台南的文子工作 辦了一場活動 叫做尋找天地會 尋找天地會 OK 既然天地會是 那個民政時期 他們創立的 陳永華 或是陳靜南 是所謂的天地會總舵組 那天地會的總團 會不會設在台南 天地會總團會不會設在台南 對不對 那就問了學生 如果天地會總團設在台南 你覺得哪邊最有可能 對 哪邊最有可能 那你看天地會 他在 天地會在 中國大陸清朝統治之下 他不可能就明白 寫這邊叫天地會嘛 對不對 他們用什麼東西來掩護 用什麼東西來掩護 其實就是北極殿廟 其實就是北極殿 因為那個 鄭成功拜選天上帝嘛 拜神聖上帝 所以 這時候在清朝的時候 天地會 是依附在 是利用北極殿的廟宇 來掩護的 來掩護的 然後在赤坎樓附近 就一個叫做 揪陵北極殿的 俗稱大上帝廟 他永歷十五年 這個時候 建立的 那這 會不會就是傳說中的 天地會總舵 會不會傳說中的 天地會總舵 OK 然後這個 這個廟裡面 通常很多人去看這個廟 會看這個 這個牌 這個 這個 這個匾額 這個匾額是目前存在 台灣 台灣目前現存的 最早的明代的匾額 最早的匾額 這是那個 林建王朱樹貴寫的 朱樹貴寫的 威靈 威靈賀義 OK 所以這個是 很多人去這個地方 大家就看這個 那這個是原來的 廟裡面的一張古地圖 全天上帝在這裡 你看這間廟 是當時最高的 在當時 這間廟是當時最高的 OK 後面有個廁後所 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那這間廟還有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它裡面有拜 德基柱 可能小朋友不知道 如果一些 年長一點 過年的時候 會拜德基柱 一般廟裡面 不會拜德基柱 可是這邊會拜 對不對 所以有一種傳說 台南很多傳說 有一種傳說 這個德基柱其實是鄭成功 所入侵之後 對不對 偷偷拜鄭成功 把鄭成功化身為地基柱 然後在這邊拜 為什麼只有這家廟有在拜 這家廟是北極電 又跟天地會有關 對不對 天地會 如果他是天地會總舵 來拜鄭成功 一切就make sense 對不對 可是這一切都是附會傳說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就當這種趣味來看 就在這邊來看 好 那這間 這間 這家廟裡面 看我剛剛講這兩個歷史景點 這幾個景點 各位平常到台南去 大概都不會去這些地方 你大概去孔廟 刺坎樓 你大概不會來這個地方 我學生也是 土生主導的台南人 他們都不會去來這個地方 所以我帶他們去這個地方 他們覺得很新奇 來這裡面有什麼數學 廟要拌坎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從台南 那個北台北新田 這個 先拌 手拌 這叫 有時候我聽人家說 這叫做不拌 這叫 硬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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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小朋友不知道 下次裡面去廟裡面可以 可以玩玩看 OK 來 這個 這個牽絲 這是真的不是假的 對不對 假牽絲好像最近在高雄蠻紅的 這是真的牽絲 這是真的牽絲 OK 各位看看上面寫什麼 聖、音、孝 孝、孝、孝 孝、聖、孝 對不對 他用聖、音、孝三個字的排列組合 來表示這些牽絲的位置 那最後一個叫手牽 所以總共這些牽絲有28折 他當然會寫第一手、第二手、第七手、第八手、第九手、第十手 可是你寫這個就算了 你為什麼下面還要排這些字 而且就是用聖、音、孝三個字 的排列組合來列 對不對 很特別 對我這個數學老師講 這個就是排列組合 國山高中數學 我高一向馬上就要上到排列組合了 就排列組合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說在 對我來講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數學 跟數學有關的 排列組合 我問廟方的人士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做 他們也不知道 不過各位現在如果去北極殿看不到這個 對不對 看不到這個畫面了 因為他們做新的 玄天上帝領錢 所以這是他們新的 可見對這幾個 我們剛剛上一張 這些什麼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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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這些字還蠻大的 對不對 到了下一張 你看這些就很小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三個字可能不重要 都還蠻可惜的 那時候我不知道他們要做這個新的 要是知道他們要做新的話 就這樣把這個東西放大 對 你覺得可以吸引很多數學老師來這邊看 對不對 OK 這是北極殿 好 時間上的關係 這是我們一種 補充教材裡面的一個題目 原內街正十八邊形的十八個頂點 可以圍三角形的幾個頂點 共共可以做出幾個三角形 幾個直角三角 幾個頓角三角 幾個頓角三角 這當然是很難的一個題目 當然是很難的一個題目 對不對 可是我第一次遇到這個題目 就有個學員跟我講 老師我原內街正十八邊形跨不出來 後來想一想也合理 所以我在科內曾經抱怨過 我在科內曾經抱怨過 幹嘛出正十八邊形啊 你在日常生活中哪邊看得到 原內街正十八形 對不對 我在科內抱怨過 不好意思自己打臉 對不對 這答案我們沒時間的關係 這裡 原潭南策後所 明治三十一年的 其實就是氣象局 那個總統府前面那個氣象局 也是跟他同時代建立的 直播後來拆了 可是這個留下來就是國定古蹟 不好意思 這是個正十八面題 原內街正十八形在這個地方 真的啊 我說日常 我在科內跟老師講 同仁說 日常生活那邊 你哪邊可以看到 原內街正十八形啊 正十八邊形 不好意思就有 還是國定古蹟 而且就在台南而已 原台南 這邊 有這邊 不好意思他現在正在整修 所以可能明年去才有辦法進去 你可以進去看 可以進去 那這裡面的格局規劃 旁邊就是台南氣象局 旁邊就是氣象局 旁邊就是氣象局 OK 這邊一個樓梯可以走上去 不過他現在封起來 不讓人家走 這是原內街正十八形 OK 好 這是最近很夯的 很夯的 台南市立美術館 一管 這是原本 這實在是當警察局 這實在是當警察局 OK 那這是他的外牆 OK 但是裡面的東西 這是整個 他的整個建築的模型 這裡面進去 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一個作品 對 那我是不知道這個美感在哪邊 但是就數學角度來看 有一些對稱的 一些幾何的美感這個地方 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是一個五邊形 那一個M 這個是台南美術館的一個logo 五邊形 那M就是museum 那為什麼要做五邊形 為什麼要做五邊形 這個 下個月 台南市立當代館 美術館 主要建 這是一個 普利茲 普利茲科建築 講日本一個建築師 叫做板茂 他所設計的 他所設計的 他就是用 這是用五邊形去設計的 他其實一個正二十面體 從這邊 從頂端拉上來 或五邊 你們看下一頁好了 時間關係 這個 如果從上面來看的話 從上面來看 這邊就是下面這個五邊形 所以這個 整個合起來就是正個 他其實就是 從 跟幾何的 立體的幾何 數學立體幾何凸形 正二十面體 你可以看到這個正二十面體 那當然這上面 他還採用了很多 碎形的東西 幾何碎形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科內都很期待 他趕快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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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可以帶學生去看 如果看立體幾何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碎形的東西 可以看 OK 那其實我在課堂上 我跟學生講說 因為我們 我們學生 不少學生是來自於 現在在蓋的 現在這家 這個當代館 對面有個叫 台南市的健新國中 很有名的一個國中 每年都 貢獻了很多學生 給台南一中 對不對 我就問那些學生說 對面你們母校 對面在蓋什麼 不知道 對不對 在蓋當代館 不知道 對不對 不知道 OK 這是去年的數學 我們科內的高二的數學斷崗考題 在下我出的 對不對 我就說這是當代館的 台南市立美術館 當代館的這些東西 我要去算 我要他們去算 這個兩個 這兩個面的兩面角 當然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沒有很難 很簡單 台南一中學學生 大部分都做對了 OK 可是他們做完了 他們就想 老師這個在哪裡 這就算你的母校對面 OK 所以他們下次去後 他們就可以看 原來這個是 原來這個地方有數學的東西 可以看 至少台南一中 段考考過 所以想 建台南一中 段考要考得好 對不對 來這邊走走看看 OK 這個就是那個地圖 所以我帶學生 台南一中在這邊 剛剛講的那些景點 其實都在附近 所以就帶學生 利用兩節課的時間 這樣子走一趟 這樣走一趟 OK 這就是學生的作業 就是學生的作業 學生的作業 OK 這個就剛剛看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同學 他的衣服跟他們不一樣 他當天不是穿這個衣服去的 所以這個同學 他之後 自己又再去走了一次 他可能十幾年 沒去這些古蹟 可是我帶他走一趟之後 他覺得還不錯 對不對 他自己又再去走了一次 自己要去走了一次 OK 那我覺得 這是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每個城市 都需要一本數學旅遊書 那我或許在台南 台南慢慢開始做 那其他各縣市的 數學老師或一些人 或許可以一起參與 OK 謝謝各位 不好意思 超音樂的時間 謝謝